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热功当量 热功当量是在探讨热和能量之间的关系 18世纪的时候在当时的社会上认为热是一种物质 所以当时的科学家提出了热直说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热直是什么 热直说 它是在18世纪的时候提出来的 热直被认为是一种没有质量的气体 所以热直无质量 没有质量的气体 因此热直可以通过 固体和液体的空隙 透过热直我们可以解释一般热量的交换 在当时大家接受宇宙间热直的总量是固定的 两个物体在接触的时候热直从温度高的物体传递到温度低的物体 因此温度高的物体热直就减少了 而温度低的物体则就增加了 这个是在当时大家所接受的热直说 可是到了18世纪之后 英国有一个爵士 他在英国的海军舰队上 他观察到在专模泡管的时候 只要对泡管持续的施力 则泡管的温度会不断的升高 甚至升高的温度可以让水沸腾 如果按照热直说 水如果沸腾了 泡管的温度该降低 可是在当时并没有看到泡管的温度降低的现象 因此在当时怀疑热直说是不是不遵守宇宙间热直恒定的说法 因此他对热直说产生了怀疑 而后来焦耳他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实验 就这个热功当量实验 也因为这个热功当量实验的成功 推翻了过去大家所接受的热直说 因此开始认为热是一种能量 所以热功当量实验是一种 将热的概念由热直说改变成能量说 一个重要转折 热功当量实验是叫而提出来的 像这个图这是热功当量实验的装置 两边透过滑轮悬 悬挂着重锤 重锤质量是M 所以左边这里质量是M 右边这里也悬挂着重锤 假设这个重锤质量也是M 将这个重锤从空中让它慢慢掉下来 这时候重锤向下掉 于是透过滑轮拉动这个绳子 可是绳子跟中间这个搅拌棒连结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搅拌棒 当重锤下降的时候 绳子拉动 搅拌棒开始转动 在搅拌棒的下端这里有很多的扇叶 这些扇叶会跟里面的水会产生摩擦 因为转动的过程中 水跟扇叶的摩擦 结果让水温逐渐升高 持续透过几次的实验之后 发现水温会明显的上升 于是假设计算 重锤下降是将重力未能释放 而释放出来的重力未能 透过绳子的拉动 转变成这个搅拌棒的动能 而搅拌棒的动能跟水产生摩擦 于是最后让水温升高 形成水的热能 透过不断的能量转换 我们找到了 我们找到了重锤下降时 重力未能跟最后水温上升 所产生的热能 两个之间的关系 因为重锤下降 整个重力未能会减少 减少的未能 我如果这里叫做ΔU 这个减少重力未能 因为高度少了 假设下降率的高度H 于是质量MGH 这是重锤下降减少的重力未能 假设两边重锤的质量一样 这是一边的重锤下降 所释放的未能 我如果把它乘以2 这个就是两边重锤下降 所释放的未能 这样它可以重复的不断的尝试 将重锤释放之后 再放回原来位置 这样重复几次的实验 所以假设做了N次 这个就是N次之后 所累积下来减少的重力未能 而这个重力未能透过不断的能量转换 转变成搅拌棒的动能 最后变成水温上升的热能 所以假设里面的水质量是M2 如果我刚刚把这个重锤质量 假设是M1 水温上升水的比热 假设是S 升高的温度 这里有支温度计 透过这支温度计 我们可以了解温度上升的多少 所以假设上升的温度上升的ΔT 这个是水温上升所吸收的热H 结果由于重锤下降 重力未能减少 水温上升 热能增加 两分之间 如果这个凉热器跟四周可以完全绝热 于是我们假设忽略了外界 假设这个凉热器跟外界没有热量交换 于是重锤下降释放了重力未能 就可以完全等于水温上升的热能 这两个热量就可以相等 透过减少的未能 这个单位是交二J 所以我们找到了未能和热能 两个之间的比例关系 因为重力未能的单位 我们用的是交二 而热能的单位我们用的是卡 两种能量之间的转换 我们可以找到了一卡 有等于4.18交二 我们看这个实验的重要叙述 这里重锤下降 重锤的重力未能减少 重锤减少了重力未能 转变成搅拌棒 搅拌棒的动能 这个是力学能的转换 当搅拌棒跟水之间产生了摩擦 于是变成了水的热能 我们找到了力学能的转换 跟热能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里重锤下降的时候 重力未能减少 减少了重力未能 和水温上升所得到的热能 两个之间的比例关系 我们就有了一卡等于4.18交二 卡本身是热量的单位 而交二是力学能做工的单位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称为热和工之间的转换关系 就把这个称为热工当量 所以热工当量是指一卡有4.18交二 热和力学能之间有这样数值之间的转换 恋 平安 ğan 道路 针